我沒有想到我來韓國 被詐騙 Are you free now? 我跟他講 Y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思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現在呢 我人是在韓國嘛 然後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件事情 我不是只有在巴黎 有被人家動我的包包 就是有被詐騙嘛 然後呢 我沒有想到我來韓國 我也差一點被詐騙 因為我就以為 OK 我們去巴黎 我們就有做一點點的功課 就說不要被騙啊 就是巴黎很多詐騙案 我們都知道 我跟來人都知道 然後就因為我跟我閨蜜來到韓國 我就覺得 韓國可能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比較有人情味一點點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多的防備之心 就是韓國就是一個人很nice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想講的是 但是我在韓國的第四天的今天 我覺得韓國人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有禮貌 有一次我是發生在那個地鐵站 韓國他們的文化呢 可能就是說 他們的孕婦的位置 還有老人的位置 我們年輕人是不可以坐的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是 我們可以坐 直到有老人來 我們再讓位給他們坐 可是韓國人呢 他們是完全不坐的 那個位置是空著 空著留給那個老人或者是孕婦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沒有坐下來 我們就站在老人那個區 因為太多人太急了 我就扶著那個鐵 然後那個地鐵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晃一直這樣晃 所以我就可能不小心踩到了那個老人的鞋 他就直接踢我 他一邊罵一邊踢 然後過後我就 我就過去一點點 怎麼知道他又再踢到第二次 一次罵一次罵一次罵 然後我是被嚇到 我是說 我不知道韓國人對不起怎樣怎麼說 我就說 oh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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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可能他聽不懂 然後他就很生氣 一直這樣踢我 所以我們就覺得 韓國人沒那麼禮貌 就是在昨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差一點被詐騙了 差那一點點 對 ok 你要不要進來講一下 ok ok 這是我閨蜜Elaine ok 那個事情是這樣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去哪裡啊 ok 我們是在Hong Day 然後因為我們要去那個Raccoon Cafe 然後我們在找路嘛 我就一直向前向後 向前向後 因為有時候那個導航有問題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個方向 所以我要向前向後 這樣子給他 就是給他走 reconnect這樣子給他走 可能因為我這樣子 我吸引到別人舒服 我離他也有一段距離 因為我也在找著那個 Raccoon Cafe的韓文叫什麼 他也在另外一邊 其實沒有這樣遠啦 就是可能我在這一邊 可能他在這一邊 我就這樣子前後前後前後 這樣子走 然後突然間就有一個韓國人 兩個韓國女生哦 跟我差不多年齡吧 可能也是二十多歲的 他一開始approach我 他就問我一句 有不誰哦 大概大概是excuse me 的意思啦 這個問題是在於哦 人家就是 人家從這裡來 然後我們從這裡走 就是人來人往的地方 不是一個可以停的地方 也沒有講過板板線 他就突然間來跟我講excuse me 我就可能哦 我的東西掉了 我就回頭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韓國話 我就講 sorry 因為我聽不懂嘛 他就講 哦 有沒有韓國人 我講哦 我不是韓國人 他就講 哦哇 有沒有韓國人 哈哈哈 我就 蛤 我就這樣講 他就 哦 are you Japanese 我就講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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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講 哦 where are you from 誒 他們的英文哦 是不錯的勒 我就是聽到where are you from 過你再跟他講的 就是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才看過去 我才看到你在跟他講話 他們的英文是可以communicate的 因為韓國人 他們多數 他們講的英文 都是有一種韓國腔 那個女生的英文是蠻ok的 是你聽得懂的 who are you from 我就跟他講 哦 Malaysia 他就講 哦 他就開始答話了 然後我那時候 我也沒有防備之心 我就回答 他一五一十的告訴那個人 他就很厲害答話 他就一直問 問我 來幾天啊 今天第幾天啊 然後你今天要做什麼 你明天要做什麼 你有什麼計畫 are you free now 我跟他講 yes 哈哈哈 因為我又在忙著找那個路 然後我就 我就在 他就在旁邊 他一直在跟他講話 他就在旁邊 are you alone 我講 哦 no with my friend 他就看過去他一下 可是我臉色不好 我是盜著他的 他就 他就擺起臉色 他也沒有跟他答話 他就跟我答話 我就這樣看著他 are you free now 我講 yes but I'm going to the Raccoon Cafe 我就問他 他還告訴他要去哪裡 對 就跟我講路 前面轉左 這樣子 就講 ok thank you 然後我還以為就這樣子 end了 我們要走 我知道他還繼續 跟我講話 哦 你是學生嗎 我講 我最嚇到是他問你讀什麼 對 那些之類的 他問到這裡 我發現不對勁 還是問 問越來越深 如果你要答話 你要打山 你也不是這樣子嘛 就是一下子 一直想問越來越多 然後那時候我也傻傻的 我也沒有防備之心 因為兩個都是女神嘛 不知道怎麼樣 他就過來 因為我已經找到那個地方了 所以我就看到他一直在跟你講話 他都不讓你走 這樣的感覺 完全不會停下來 他就是問了一句 他再問下一句 我根本是沒有時間 oh I need to go 然後我就看到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我就 我就這樣拉他 就跟那個人講 sorry we need to go now 然後我就這樣走 對對對 所以就是當局者迷 旁觀者心 他發現到有一些不對勁 可是我還是覺得 oh 我只是被打山 他就跟我說 可能那個是詐騙的人 可能他要做什麼 不好的 舉動的 他就快點拉我走了 他跟蹤你 你懂嗎 因為他你還剛才講 我們next destination 下台也沒有跟蹤我們 可是我就一直很迷惑這個點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詐騙 還是他純粹的想要跟我聊天 他覺得他很 lonely 我就覺得這個很很奇怪 我覺得很好奇 我就上網research了一下 然後這個真的是一個詐騙集團 也看到了一個youtube影片 我看到他的youtube影片講韓國詐騙 然後我就點進去裡面看了 然後你們懂我發現什麼嗎 裡面他拍到的那個女生 是一模一樣的人 天啊我覺得 太誇張了你知道嗎 他是講這一般人會開始問你路 然後跟你搭山很多話 跟你聊很多很多話 然後你覺得他很nice 他覺得很誠懇很nice 然後他想要帶你去一個tour 他就覺得我可以帶你去旅行啊 我可以帶你路啊 就是把你帶去一個地方 叫你看一個韓國文化的東西 他們把你帶去一個房間了之後 他們叫你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可能叫你穿上一個韓服 然後可能叫你祭拜啊 然後過後就向你收錢了 逼你要錢 就可能說我們已經服務你這樣的東西 其實這個整個東西都是一個詐騙來的 所以我覺得哇太誇張了 他鎖你在一個房間 對這個重點是我看那個女生 你知道多驚訝嗎 我發現到這個影片 結果我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怎麼這個聲音這樣熟的 我一看到那個臉 這個就是昨天跟我答話的那個女生 所以大家來旅行真的是 不管去哪裡都好 對呀小心 都是要小心還有那個防備之心 我還怕他的朋友來就是 在跟你講話的時候在我後面 而且很奇怪你知道嗎 他就是有一個朋友在他後面 然後他來跟我答話 然後他朋友一直在後面這樣子 擺起臭臉 然後我心裡是想 哇你的朋友都擺起臭臉 一直在那邊等你啊 你還一直在跟我講話 他朋友就在後面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 大家千萬要小心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訂閱按讚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